好的 随着主裁判张磊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腾讯体育为您直播的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 河南松山龙门对阵浙江队的比赛 在场上身穿着一身红色战袍的 这是河南松山龙门 一身绿色战袍的是浙江队 刚刚开场 这边舒尼奇吧 先给了木谢奎一个下马威啊 45度角传中球 这场直接的一个长传球 这球要打对方防线的身后 这个解围出现了失误 卡兰加挑过门将 角度很小 打猫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 河南队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 标志性的方式 来打破对方的球门 长传 反击 找卡兰加 卡兰加连续三轮中超联赛的比赛 取得进球啊 三轮 这是打进的第四个球 再来看一下 赵宇豪首先啊 中路向前推进打长传 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有受到对方中前场球员的阻碍 这长传球打的位置还是很准的 浙江队后防线上后卫 转身再去追这个球 第一时间想要处理 结果是出现了失误 26号 高天宇 这球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处理掉之后 正好落到了卡兰加的脚下 卡兰加接下来的这个反应 还是能够看出一个射手 很优秀的这种素质 面对出击的门将 过掉门将 小角度 打球门远角 进球之后的这个庆祝动作 阿德里安长传球 直接往中间打 投球攻门 又是卡兰加 看一下啊 阿德里安的传中球 卡兰加力压对方的四号 孙正奥的投球攻门 双方的射门次数之比4比3 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的射门次数之比2比1 这个球有机会啊 小角度的打门 球直接打在了边网上 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拼出来的 舒尼奇顶的这一下呢 球没有远离近区 在河南松山龙门防守一端的作用 其实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投球攻门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47分钟 浙江队打进了他们重回中超联赛之后的第一例进球 历史三轮比赛 浙江队重回中超之后的第一例进球 由7号艾沃洛打进 进球之后艾沃洛这也是释放了很大的压力啊 浙江队这个赛季在外援方面着力引进的就是他 但是在前两轮的比赛 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实际上他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但是这个球把自己的个人特点表现出来了 传球球 这个球呢其实位置相对有点低 落点并不是很好 但是艾沃洛直接俯身冲顶超低空轰炸 在下摆石的这前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 他压得很靠上 这个实际上呢会给自己的中路带来更多的进攻支援 投球攻猛 自己内切可以打了 阿波利克莫还在调整 张佳琪这是第二张黄牌啊 这场比赛出现了又一张红牌 我们再看一下 王上元这个球转过身来 张佳琪为了限制对方转身进攻 这手上有一个向前推散的动作 这球直接打进去 投球攻板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 河南松山龙门队利用定位球的机会 将场上的比分再次改写 我们得分的是三号杨帅 传统的进攻优势 老法宝 一个是反击 另外一个就是定位球 再看一下啊 这是卡兰加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杨帅带开了位置 杨帅抢住身位 起跳投球攻门 第三个球就在还在回顾卡兰加这个进球的时候 河南松山龙门队的又一次致命的进攻 就已经是打到了浙江队的进区前 等到镜头切回来 河南松山龙门队的球员就已经开始 最后一击和他们的庆祝了 看一下这个球整个的演变过程 边路传球找卡兰加 卡兰加倒三角的回传 多拉多这个球送的很舒服 浙江队呢还是想集中兵力 全力再打一波进攻 落后一个也是落后 牺牲后防线一旦被对方打反击 落后两个可能也是落后 但是这一拼没成功 马上被对方打反击 好 这个球有机会 打完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93分钟 已经是商庭主持的尾声阶段了 浙江队这边抓住机会 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 看个助理裁判这球最后怎么示意 但是助理裁判那边 马上也是摇旗 摇掉了这个球 再看一下 助理裁判认为呢 这个球反弹上来之后呢 打到了月鑫横着的这个手臂上 三分钟的商庭捕食 现在也已经是最后时刻了 这个球开出来 基本上这场比赛就将宣告结束 果然随着王国明大脚将球开出 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呢 在中超联赛第三轮的这场比赛当中 河南松沙龙门队最后是3比1的比分击败了